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弟兄姐妹 我觉得每一次我翻来看 在读罗马书的时候 我心中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激动 我觉得上帝太奇妙了 那上帝把这一圈树借着保罗 而保罗一直想要到罗马去 他一直想要到罗马去 可是上帝都没有为他开路 但是我觉得感谢神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所以他只好用写 写了一封信 就是写了这一圈书 如果他没有写 神给他开路到罗马去 他可能就是在罗马 就讲了罗马书这一篇 整篇整卷书的信息 可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流传到今天 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充满了感恩心 所以你看见保罗一直祷告 他一直有负担 他想要到罗马去 上帝就没有让他去 所以感谢神 如果神一直拦住我们 一直拦住我们 没有成就许多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相信 美好的事 上帝要把更美好的事赏赐给我们 保罗因为没有去罗马 他就写了这一封信 以至于这个事实 最影响最大的就是 在马丁路的时候 马丁路的借着这一卷书 让我们可以从天主教的捆绑里面 能够把我们拉出来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充满了感恩的信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来读的是 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从八节到十二节 我们请来读第八节 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 或者照神的旨意 终能的平均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兼顾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 依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得安慰 那弟兄姐妹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那这边 这边我们 我想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 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忽略的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保罗 他所说的 他所传出来的这些 这些 罗马书的这些信息 是非常非常要紧 但是第二个 我们也要看见 这个领受 这个启示的保罗 那我们从他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得到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开心 那神怎么样 在这个人的身上 当他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信息 而在这个人身上 所产生的许多许多的改变 那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你读四福音的时候 你不但要注意的 是耶稣所讲的话 你也要注意的是 耶稣这一位 这一位奇妙的救助 他是 他这个人本身 他的本身 这个 他的本身 他是 他是怎样做人的时候 他是怎样来做人 他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比如说 他早就起来祷告 对不起妹 他为什么要记 一直在记载这些事情呢 因为他来做人 所以做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从耶稣的身上 你看见 祷告就是 就是关键 那一样 我们也要看见 这个保罗 他自己称为 他是福音的使者 他所领受的 就是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我们也传福音 他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传福音 但是弟兄姐妹 他所说的福音 跟我们所说的福音 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说的不一样 不是说我们的福音 跟他的福音 这个根本上不一样 我是说 你们的内涵 有没有一样的丰富 我们 我们讲的福音 的内涵 有没有像保罗 所得到的 那个启示 所给我们的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 当然 我们传福音 我们讲到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了 伟团的救恩 那弟兄姐妹 可是对保罗来讲 保罗更多的 重在哪里 重在耶稣基督 他的本身 所以你一开始 他讲到说 这福音是什么 这福音不是论到 阴性生意 当然福音里面包含了阴性生意 当然包含了很多很多 在福音里面所带来的恩典跟祝福 但是弟兄姐妹 对保罗来讲 福音是什么 叫做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传福音的信息 我们不是在传福音的道理 我们是在传一位 就是这一位被保罗所称为福音的耶稣基督 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整个福音是包含在哪里 其实是包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保罗这个人 在我的导徒本里面 我们讲到 让我们从第一章里面 我们来看看神的仆人保罗 那第一个我们看见保罗的宽广 保罗对罗马教会来讲 他其实罗马的教会不是他所建造的 但是保罗对他们的关切 却是丝毫没有减少 那弟兄姐妹 说真的 很多的人对耶路撒冷的所谓弥赛亚的信徒 还有负担 那其实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对犹太人 因为犹太的教会 有更多的爱 那也有人对非洲的教会 还有负担 弟兄姐妹 说真的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 可是 第一个 我对耶路撒冷的教会 完全没有接触 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很难想象 你能够跟他们 能够建立很好的关系 话说对他们就很充满的负担 除非上帝的作为 除非圣灵的工作 可是我们看见保罗不是 他虽然不是很认识他们 事实上到此到这里 他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还没有去过罗马的教会 他什么是去的呢 他是被押解去的 他是被捆绑 带着锁链到被押到 你读史图西传28章 就是他到罗马去的时候的状况 那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他是多么的对他们 他说我祷告中间 常常提到你们 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真的很难 领略的 这一个人 到底是怎样的人 他怎么可以 有这样子大的爱心 对于那些完全 就是陌生的人 他可以那么大的 那么大的爱心 他说我要把 这些属灵的恩赐 分赐给他们 使你们可以得到坚固 所以弟兄姐妹 不认识的人 对他可以说 没有什么关联 可是弟兄姐妹 他可以对他们 有这么大的爱心 他要把恩赐分赐给他们 为此要叫他们坚固 但是弟兄姐妹 除了基督的爱 我们很难能够了解 保罗的心 那我们需要知道 保罗的行动 心思 正是一个真正正常的基督 那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我觉得 我们也许对保罗的 所传的福音 我们还是 不是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我们应该 重新再来领受 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好不好 那我们真正用心 每一个每一天 就只有几节的圣经 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反复的思想 那今天呢 我们如果只想着自己去追求属灵 或者我们更多一点 我们可以关心我们自己的主缘 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教会 那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我们实在 我们的属灵的状况 其实还是非常的幼稚 那你知道 婴孩 属灵的婴孩 是指着什么 你知道婴孩 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指 为了他自己 婴孩不会想到别人 他不会想到别人 有什么需要 那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 那我们不是只有想到 得 我们需要开始 学会给 当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给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已经开始成长了 你看就看见 保罗不是一直想说 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要建立我的事工 那其实 罗马的教会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他却有一个很大的负担 就是要去服侍他们 那并不是 罗马的教会 一直来请 保罗去跟他们讲道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保罗是何等的宽广 他何等的宽广 求主恩待你 让我们也是可以非常宽广 我们不是只有 我关心我们的追求 我们不是只有 关心我自己的服侍 让我们也开始 开始去关心 我们周遭的去每一个人 当你主日略遇见 一个不熟认识的人 不太熟悉的人 你能不能跟他问候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情啊 弟兄姐妹 求主祝福我们 我曾经在美国有一个教会 那他们的教会 他们因为也是好几堂 所以他们根本聚会完了以后 没有时间来服侍 所以他们聚会完了 就必须立刻离开 然后第二堂的人就进来 那弟兄姐妹 可是我就看见 在他们的 在整个的 他们的会堂里面 我就看见他们 在马路上 在停车场上 他们许多的弟兄姐妹 在做什么 就在为彼此的 他们就在那边 一小群人 一小群人 在那边 彼此的分享交通 在那边为他们祷告 给姐妹求主恩戴 让我们可以开始 成为一个宽广的人 不是我要什么 我要看见 弟兄姐妹需要什么 教会需要什么 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 我可以为人做什么 所以美国一个 其实蛮伟大的一个总统 就是甘乃伊 很可惜他很早就 他很可惜 他就是被 被枪杀 那甘乃伊总统 他很年轻了 他就他在做总统的时候 他就对全国的青年说 你不要想 你不要只想 美国可以为你做什么 你要想 你可以为美国做什么 弟兄姐妹 我觉得 真的他能够带出一个 强大的国家 正是因为 当所有的人都开始 建立一个观念 我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而不是国家可以为我做什么 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 教会也是一样 家庭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不是想家庭可以为我做什么 而我可以为这个家做什么 这个家一定欣赏 上帝赐给你 但愿保罗的宽广 成为我们的宽广 上帝祝福你们 阿们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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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